有時候也會有吧 OH N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整部手機 掉下水 你會怎樣做呢 我試過近日邊洗碗邊看手機 結果 有人說開抽濕機 放進米裡 洗機自然風乾一晚 我立即上網看有什麼方法急救 160、170、180、200都可以 調到這個位置 然後調大喇叭 然後你就會開始看到 一些水在喇叭的位置 慢慢地走出來 然後用一張紙巾沾一沾 把水滑走 這樣就完成了 完全聽不到 沒有聲音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會把水滑走出來 有沒有那麼神奇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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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低頻 會令它有收到水滑 滑走出來 還有沒有其他頻道呢 不行啊 但剛才不是這個apps 試一下這個 如果電話跌落水的話 可以幫到手逼水出來 希望真的可以了 我的電話也是新買的 不覺得有水噴出來了 我們放了一會兒 快點飆少水出來 Sophie不要聽 Sophie不要聽 不過電話好像大聲 剛才沒什麼聲音 快點震了 響了多久有沒有 沒有說 剛才聽過很刺激的聲音 震完之後我看不到有水出 但機器變回大聲 因為剛才掉落水後 機器變得很細聲 聽不到聲音 然後震了一會兒 用一些不知什麼聲音 震了一會兒 真的變回大聲 最後我的手機沒有出水 可能因為入水不夠了 我的新手機 沒事 衷心感謝Edwin 希望我幫到大家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短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一下你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拜拜